为什么说瓦砍达科技脸牙钢铁侠? 瓦砍达科技在某些方面确实非常先进 比如他们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发展出了宇航技术 拥有独立的文字和语言 以及独特的镇金技术 镇金是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金属 瓦砍达能够将其应用于制造武器和防护装备 使得瓦砍达在军事上具有强大的优势 打个比方 钢铁侠制造的高科技战甲 驱动战甲的能源是胸口的反应堆 如果反应堆受损 战甲等同于报废 而黑豹的战役就不一样 不依靠外部能量驱动 战役有一个独特的功能 能把受到攻击的能量转化为电能 并储存在战役当中 一共再次利用 这个科技确实就非常先进了 另外瓦砍达的3D打印技术 更是力天般的存在 在黑豹2中居然用机器打印出了新型草 更恐怖的是 打印出来的新型草同样拥有黑豹之地 这就非常恐怖了 我甚至怀疑 复联6钢铁侠复活的关键技术 可能就是瓦砍达提供的3D打印技术 直接用到托尼的细胞样板 打印复活出一个健康的托尼斯塔克 不知道大家认为 这样的推断有没有可能